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汁 这里没有美食 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的1月8号 星期六凌晨的两点半钟 好 这应该是2022年第一次 第一集的Podcast 第一集录音 那今天要讲什么呢 今天来聊一下就是 喝奶茶 到底要先放奶 还是先放茶呢 讲这之前我要先讲一下 就是那个我的粉丝专业 FB的粉丝专业 这里没有美食 不小心突然就直接不见了 disappear vanish 反正就是感觉是灭了 感觉被灭掉了 那就是在我各种操作完之后 问了几个朋友 那也写信给FB 那我个人觉得呢 FB应该是不会理我啦 反正就是出了一些问题 导致我后台还看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后台还有 但是前面就是完全找不到了 我写给FB 那我觉得他不会理我啦 反正我就是 在看情形怎么样再说啦 可能就有可能不会开了 因为我觉得那边好像没什么效益 对 就反正就丢 就这样子 好 那就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 就是 喝奶茶到底要先倒茶 还是要先倒奶呢 好 那这个故事呢 起源在于那个 1920年左右的英国吧 对英国那时候啊 就是很喜欢喝那个下午茶嘛 那就是 反正那就是有个贵妇去喝 去喝茶 然后呢 他就跟那个waiter说 那个我只喝先放奶的奶茶 然后他甚至夸下海口说 我呢 我可以喝得出来 你这杯茶到底是先放 先倒茶 还是先倒奶 这个就厉害了 一般啦 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说 反正先倒茶跟先倒奶 最后还不都是mix 就是全部都搅在一起了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其实那时候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比喻 就是 啊 我们吃饭不是也是把所有东西都搅在一起 那把五道菜通通搅在一起 然后吞下去 那这个可能不能这样比喻啦 反正他就是说 不管几杯 你只要 就是 先放茶或先放奶 我都喝得出来 那反正就是做了一个实验 他果然 弄了八杯 八杯他全部分出来了 那这个呢 稍微就是 呃 引出了一个统计学啦 这个我就 不详细解释 为什么是八杯 就是那八杯是用统计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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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出来说要测几杯 反正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不讲科学的部分 我们讲的是喝的 吃的部分 那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喝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 那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就是 呃 查了一下啦 就是说那个 牛奶啊 就是如果说是牛奶 你先放牛奶的话 你再放茶 那就是 牛奶是冷的嘛 对不对 那茶温的下去之后 他的温度不会那么快的起变化 重点主要就是牛奶碰到高温 它会起一些 蛋白质会起一些变化 所以呢 味道会转换 好 如果是先放奶再放热茶进去的话 好 那那个牛奶呢 就比较不会转换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接触是一点点的茶 对不对 牛奶会瞬间 那个冷的会把那个热的 好 就是稍微降温嘛 对不对 这样可以想象的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反过来呢 如果你先放茶 在茶杯里面 再倒奶呢 好 前面的牛奶刚开始接触到高温的茶之后 它的蛋白质会变 所以味道呢 就会走掉 好了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 自古以来 就有争论不休啦 就是说到底要先倒茶好 还是先倒奶好 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啦 那我们这边来提起一个名人 她的某一本书有讲 这个人其实就是叶宜兰女士 这个 她的 她推的文章 这个餐厅 看 我个人觉得要看看就好 你要多多的 有一点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去辨别她的文章的餐厅是不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人应该是很厉害的 只是 她写的文章可能会有一些人设在 好 不管 那她的一本书叫做 《寻味红茶》里面 她有讲 就是 那个 红茶呢 跟那个奶茶 就是茶跟奶到底要哪个先加 反正她最后她做出来的实验 她自己的实验就是 一样要先放奶再放茶 这也是她做出来的实验 那我觉得就是之后 我就自己再 或是大家有空 就是自己玩玩看 那当然这个奶跟茶 奶是有一个 奶是有 有一个一定的条件 就是要 是牛奶 不是那种 那种奶精奶 不是奶精奶 然后也不能是那种保久乳 因为保久乳可能已经 就是高温杀菌过了 那个都已经早 改变就早变掉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奶呢 你不要乱调 一定要就是调那种 比较深乳那种那种的啦 低温杀菌也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 我不确定 反正就是 不能用奶精 要用鲜乳 OK 好 那讲到这边呢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小插曲 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就是先放茶比较好呢 因为如果说明明真的 喝起来是先放奶比较好喝 为什么会有人放茶比较好 那 有个种说法就是 在192几年的时候啊 就是只有中国会产磁器 OK 只有中国会产磁器 那那时候的磁器 运到英国 就是价钱是贵的 那当然本土嘛 可能欧洲英国 自己有那种 模仿的 二手 就是山寨版的那个磁器 他们有做 就是仿的磁器 便宜的 那便宜的磁器呢 品质不好 你如果呢 先放热茶的话 那个杯子可能会破掉 你本来要想说 我一个装逼的 山寨版磁器 结果一放热茶 破掉 就刷塞了 代表我是装逼的 这根本就不是 高档的 那个中国的磁器 所以他们就先放 先放奶 再放 再加热茶 就是不会那种 不会说 一下子茶的高温 就把那个杯子弄破 那那个 比较好给的人 就是说 为了彰显说 我的杯子 是真的 我是真金白银 买的中国磁器 他妈的 我就是要 就是要先加茶进去 再加奶 代表他妈我的杯子 不会破 对不对 喝杯就是五级 我用的是真货 那我就是要先放茶 代表不会破再放奶 好不好喝 没关系 装逼最重要 代表 喝杯就是五级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反正就是会变成是 有两派在那边 争论 那目前我看到 稍微 就是做一下功课 发现 好像大部分都是觉得 倾向于先倒牛奶 再放茶 比较好喝 反正好 大家自己去 去做实验 这样子 男生之后 对不对 把妹有一个故事可以讲 有没有很厉害 很棒 对不对 超厉害的 喝茶 也可以长姿势 把把妹 喝好 那这个议题 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刚刚其实呢 IG有放个投票 就是大家觉得 喝奶茶要先放茶好 还是先放奶 比较好呢 目前投出来 就是百分之百 全部都说要先放茶 这个我觉得 大家自己试试看 搞不好 真的有人觉得 就是变质过的牛奶 那个味道会更好 对不对 这个就不一定 反正大家自己试试看 喜欢哪一种 那还有点时间 我就会讲一下 那个别的东西 就是 我刚刚跑去吃小夜 也吃了一间蛮神奇的店 蛮神奇 就是叫做江洋大道 江是边江的江 洋是羊肉的梁 大是大小的大 道是道路的道 这间店呢 原本是开在那个 市民大道延极街 那个一级战区 就是那种 宵夜烧烤的一级战区 然后后来呢 才搬到 就是靠近安和路 这边 就是延极街 安和路这边 自己去google 那事实上这边呢 我经过蛮多次的啦 每次 路过都觉得 这种店家最终不会想去 感觉是一间 随便便的一间烧烤摊 就是 青菜 吃粗粑 然后喝啤酒 喝到爽那种 就觉得不会想进去 那反正就是 今天下午在早 早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乱乱翻 翻到这间 就好像 我觉得就可以吃吃看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就想要吃一些 比较重口味 比较垃圾的东西 就找了朋友 就去 半夜去 也没有半夜啦 就大概十九点多十点多的时候去啦 然后去就认住 老板说今天 你们现在来我几乎东西都卖完了 我就剩下 剩下什么羊肋排 然后那个牛肉 酱 酱 酱制的牛肉排 然后还有羊肉串 跟牛肉串啦 我说好 我们就四个 各来一样 海鲜先不要啦 对 就觉得先吃肉啦 然后 就是他 先给我们那个羊肉 先给我们牛肉串 我想说 就是那个 说真的 我在外面吃那种 那种串烧 串烤的 就是这样 弄得干干扁扁的 然后就是 加那个 加那个什么 粉啊 酱啊 加的很多 就是 我觉得要盖掉那个肉 或者那个肉根本没有味 但是那个 我今天吃一样 他整个都反过啦 一吃 肉味 横溢这样 然后 超juicy 汁超多 不会干干扁扁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老板为什么会这么 没有味道 就是 他没有调什么味道 就直接感觉是 就是牛肉串 就直接下去 就是用那个炭火这样 直接烤 烤完就直接出来 整个很juicy 老板说没有 那个里面盐巴自己加 我说 这很妙观 然后就自己加 因为那全部是给玫瑰眼 就自己加 而且还蛮好吃的 对 因为那个肉味也有 然后又多汁 真的蛮厉害的 那羊肉呢 我本来以为是干干扁扁的 就觉得就是 然后可能自然粉加很多 要你 就是 都自然粉味道 就一吃 没有 还蛮好吃的 就那个羊肉串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蛮厉害的 然后羊肉串没有加 反正它就是 自然粉 羊肉串 就是 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味道 而且一串才40 反正一串才40 我本来就说各两串 那我说有几串就叫几串 因为剩不多 他说剩六串 六串全部来 我觉得一口接一口的 真的很好吃 好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是 那个羊肋排嘛 羊肋排真的也很好吃 羊肋排一来啊 超香的 就是一根一根 然后那个骨头 一剔就掉 一剔就掉 超级好咬 超级好吃 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店家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牛肋排吧 那也是 也是很好剔 那个骨头一剔就掉 一剔就掉 不过那个牛肋排蛮神奇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油 因为他说它是 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 酱漬的啦 对 就是腌过的 牛肋排 那我觉得太油了 因为那个一个人吃两根 我觉得太油 因为它不是不好吃 它是好吃 可是太油 一个人一根差不多 一根差不多 那我觉得这间店 也蛮神奇的 很好玩啦 就是 里面就老板一个人 那我一进去 背盘狼藉 就是 所有的盘子啊 全部都没有收 然后 东西就是热吃 都一堆 都在桌上 你要自己去瞧位子 你要自己去瞧位子 然后呢 我们点菜的时候 老板也说啦 哦 你现在那个盘子不够 所以我每样菜 只能给你一个盘子 不会给你两盘 不会帮你分 我说 哦 好 没关系 然后他还说 那个我刀叉也不够了 刀叉不够 你们等一下 给你们筷子 你们自己处理 然后呢 那个就是 因为有骨头嘛 就是直接 手抓起来直接撕啊 叫我们直接用撕的 因为他没有盗子了 真的是 我觉得很好笑啦 反正那个老板就是 感觉是个很随性的老板啦 但是他的东西 火候功力跟那些料 我觉得不简单 而且 我个人觉得很便宜啦 我们这样吃一吃 吃下来啊 呃 吃下来 大概一个人才600多块钱而已 然后吃的 很满足啦 我觉得满足啦 是满足的 就是宵夜场 是满足的 然后呢 呃 后来反正就是 觉得要喝个东西 但又不想喝啤酒 我们就 就开了那个可乐来喝 我喝了两瓶 我觉得 哦 真的 可乐真的是百搭 我被带坏了 以前都不喝可乐 就可乐百搭 我喝了两瓶 超爽的 反正这间店 我觉得蛮神奇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然后再另外提一下 就是 我因为最近有在 我自己去烧商买可乐 我发现 塑胶瓶的可乐 跟玻璃瓶的可乐 不一样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 有发现这件事情 我发现那个 塑胶瓶的可乐啊 喝完之后 舌头会有一点点苦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那个糖的关系 是不是带糖 不是那种白糖 是那种带糖 所以会有一点 舌头会有点苦味 但是如果是玻璃瓶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好奇怪 就是在店家喝的 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我如果去超商买的 塑胶瓶的可乐 都会有 然后 一开罐的 也会有这种奇怪 就是会有个奇怪的 味道就是怪怪的啦 就是会有 回过来那种 会有一点点苦味 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好啦 果然讲吃的讲的 比较 餐厅讲的比较久 默默的这么久 今天先讲到这边 拜拜